如果要选出娱乐圈最懂,最相爱相杀的夫妻,那绝对非邓超顺利夫妻莫属了,大到各自影视剧的宣传,笑到各种家庭小事。 对于每一个话题,都能强杀,他们在网上互相喊话,那时候都带着浓重的火药味,总给人一种邓超回到家就要跪出衣板的感觉。 就比如说在9月4日晚,邓超晒出了娘娘的剧照,并说道,很想让尊丽老师留这样的古装长发,说实话他短发,邓超放上的照片,是由张艺谋所导演影视剧的造型。 带装,长发雨电青色古装,像古代女子都没展现到了极致,特别是一对幽丑女里的眼眸,这周周的第一印象,就是词人李清照,要是能吟唱一两首词,那就更有意境了,恰巧被警示冷语,一句寻寻觅觅闷冷清清,七七惨惨七七,脱口而出。 当然了,这些都不超哥想表达的重点,他想说的是,孙丽老师古装长发是真的好看,其实,超哥话说到这里,就可以打住了,但是他偏偏加了一句,非常意味深长的硕实话,他短发,聊天鬼才邓超,娘娘正提着刀在赶来的路上,哪有这么直接说老婆现在不好看的,网友的点评非常的为,超哥不想活了, 你可能疲痒了等等,然而娘娘这次却是心平气和的说,我就说了一句你胖了,你不至于吧,由此可以看出,孙丽终于意识到,暴力是无法解决问题的,狠话对回去才是夫妻之间的文童,七位,邓超默哀三分钟,不得不说,能忍手下的粉丝个个不差,评论区里,有一位粉丝考古,发现, 我三年前邓超还是一家知主的发言,超,我是六长发还是短发啊,心热,整整一个月孙姑娘每天每分每秒都在纠缠着我,我要疯,归求亲们给个答案,长高短,还有,是不是所有女人都这样,当年被求者拿一件,现在却求者老婆换长发,男人果然都是大猪蹄子,朝三慕次, 今天要短发,明天要长发,关于孙丽头发长短的问题,几乎她每年都提一次,周周截图了其中一些关于长短发的动态,从中我们可以总结出,想要娘娘续长发的不仅只有邓超,还有我们的等等小可爱,等等小时候用头发长短来区分性别, 竟然管妈妈叫叔叔,孙丽每次回家,等等还要检查头发长度,且并宁万嘱咐不能剪,最终娘娘还是剪掉了,看来到最后连等等都已经选择了放弃,其实周周也挺希望孙丽续长发的,短发虽然看起来干练,而且是别度高,但是却少了许多女子的温婉,希望有朝一日还能看到孙丽娘娘的飘飘长发